平衡上延誤 另外很多人會在網路上詢問說 有沒有哪些居家保養的方式 可以佈好頭皮或頭髮 舉例來講 譬如說常常去按摩 頭皮會不會有幫忙呢 某些穴道擠壓它 或者是甚至用很硬的梳子 特殊的那種網路上有在賣那種保養頭皮的梳子 去一直去狂梳頭皮會不會有幫忙 或者是說譬如說有些人常常會喜歡選用某些洗髮精 譬如說含有咖啡因的洗髮精 還有某些成分的洗髮精 希望它可以幫助它留住頭髮減少掉髮 這些到底有沒有效呢 其實在醫學上是都沒有實際的一個證據的證據 也就是說這些洗髮精只是做一個清潔 按摩頭皮只是讓你頭皮好像比較舒緩心情放鬆 但是並沒有哪一種方式真的是有醫學實證 是可以幫忙減少弱髮或是長頭髮的 但更不要提說早期的偏方包括像土生薑 土米酒這種很古老的方式 這些反而是會造成 有更多的毛毛眼跟刺激 遇到這些方式來講的話 還是要回歸到醫學上 當有發現這個症狀的時候呢 最初期的方式就是選擇 包括像一些還有米諾膝蓋的生髮水 或者是現在醫學上還有一些 還有藍銅生態的這些生髮水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問題是這些生髮水的這些有效率並不是這麼高 而且有些人還會造成大量的弱髮 再來的話就是可以透過一些口服的藥物 包括像還有菲娜史萊菲娜熊胺 或者是叫做辛法靈的這種更新的藥物 但是這些藥物是屬於醫師處方用藥 所以建議民眾不要自己去藥局用藥 因為這些口服藥物在使用前還是需要運作醫師的評估 看你的這些頭髮狀況適不適合吃這個藥 有沒有效 還有一些告訴你有沒有哪些可能的副作用是要注意的 這些藥物或者是居家的保養效果都有限的情況下 找專業的院所接受低能量 或者是更加的高能量的雷射 還有可以接受這種比較新型的治法的方式 這樣子可以達到比居家的這些使用 或是藥物更有效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也可以減少頭髮的脫落 弱髮絕對不是一種不能治療或不能控制的方式 那越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效果是越好 千萬不要悟性偏方延誤了治療的黃金時期